每氣管起火,居民連夜疏散 星期一晚,Daly City一戶民居的一條天然氣管道起火 附近的居民需要連夜疏散 直到星期二的清晨依然未能返回家園 火災現場在Gallard Avenue,近King Drive 距離Westbro Middle School只有幾個路口 官員指火災在星期一晚11點左右發生 在一戶民居門口一直燃燒到星期二早上10點 火災大概在12小時後被撥滅 當局表示他們基本上是讓火頭自行燃燒到尾 修復工程仍在現場進行 而在場的消防人員向ABC電視台表示 起火的原因相信是電力罰出現了問題 引發了天然氣的洩漏 工作人員將損壞揭制在住宅天然氣管道範圍 並在周圍用鏟挖掘修理 官員認為事態嚴重 將鄰近至少6個單位疏散 消防局發言人表示 挖開天然氣管附近的地方 基本上是令氣體霧出而讓它自動消源 他們並沒有用滅火的方式處理 因為可能會引致更大的問題 當局標籤事故為1級火災 在同一條街的幾個路段外 有居民匯報它的電箱蓋被炸毀 目前尚未清楚兩個事故是否有關聯 天下維斯記者編輯報導